建國研習班 主持鄭松泰 跟文知 好,回到逢星期四晚見國研習班的時間 今晚有我鄭松泰和鄭文知 今晚都是略為有不幸的 因為是錄影的 因為今個星期就準備進入 即是你正式地標越來越近 地標越來越近 因為你現在不再是後任議員 現在是立法委員 10月1日立法委員 因為今天我自己出了一個簡單的 關於黃之鋒在泰國 面對被遣返的情況 我也出了一個表態的聲明 我寫一個署名的時候 最初我是打後任立法委員 七點幾八點的時候 我想一想,不是的 過了十月了,就馬上改回去 就是已經是上任了 接下來12月12日就會宣誓 至於怎樣宣誓 其實就不在我思考和討論範疇 因為很老實的 就是現在2016年 接下來2017年 距離這個2047年 就剩下短短30年的時間 我思考的是30年之後 和香港的未來 你問我宣誓的時候 有什麼事搞之類 我只能夠回答你 到時候就知道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的 整個主流媒體 和今時今日的記者 都是在這個話題上 還有一些很揭而不捨的 一些探討、訪問 我自己彷彿 好像回到十幾年前的政治局面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不單止是說 定死氣 我意思是 我們也提過 回到04年的時候 社會大眾 就是為了第一次宣誓 第一次宣誓 第一件事 社會大眾覺得 第一次宣誓是新氣象 新面孔 新氣象 新作風 但是由結論講起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一個 是一個幻象 而且是有病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當一個重病的病人 一個重病的社會 臨到最後的時候 他不選擇去完全根治 或者正視那個制度性 就是身體最大的缺陷 在那個離流之際 就會有一些回光返照 那一刻就是 好像有些東西是健康了 走得走得又吃得 是不是沒事呢 不是的 就是告訴你已經死了 現在香港 在我的感覺 是一個回光返照的時期 終於來臨了 這個回光返照的時期 我們又沒事了 我健康了 在什麼人體現呢 我覺得在一些 我們以前熟悉的主流評論人的身上 就有一些特徵出現了 就是今晚呢 今晚呢 都要講一講一講那件事 都是來自探討的 雖然一個小時之後 我猜 雖然動物都弄了兩句出來回復了 我猜他一會都會再講 我們在講練腦練習 在幾天 在蘋果日報 他什麼時候去到蘋果日報 選舉後期 八月、九月的時候 他說信報的時候 就不再寫政治的東西了 自處去 就走到蘋果日報 有個欄目寫 這個其實是這麼多年來 北京舉統戰香港傳媒出來的副作用 你不斷搞到很多其他報紙 不敢反共自我審查 你是製造了黎智英的霸權 我又不會說是黎智英霸權 我會這樣 現在肥佬差不多進修天下兵器 安遇到有時間 嚴格拳來勞駕終於會有些 安遇到在蘋果日報嗎 他有時在AM730 好像蘋果有時都會寫 但沒有AM730那個固定 即是現在蘋果日報 是唯一香港的KOL集合報紙 真的最似向那些 親民主 親非建制派的KOL 以前我們經常說是民主大報 又或者是唯一民主大報 現在大家一直都要習慣改口 是親非建制派的KOL的大報 都是第一大報 其實你深水清要發現 肥佬黎是美國共和黨的代理人 明報反而是民主黨的代理人 意識形態其實你看得出來 這些講法我覺得就要慢慢再細節些去講 因為一下跳到這裏 那些人就會問我 為什麼你們葉浦誠輸了 就是說香港要有民主 香港要有推動本土民權 必須要評估日報才是玩完 倒閉 這個講法是一直以來都這樣看的 實際上 但是現在是困難的 因為剛才阿近 正如阿近所說 其實在這段時間 都有幾多的學生 或者學生報 叫我去評價一下 那個立法會 今屆立法會的形勢 就是往後的政治形勢 一個看法 就著立法會的結果 一些新議員的組成 即所謂的格局 尤其阿近的意思就是 現在好像肥佬黎 進修天下兵器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過去 其實你說在香港的媒體 或者是主流媒介 感覺上 最早的時候當然是左中右 甚至就是國民黨 共產黨 跟著香港本地一些雜誌報紙 加上一些可愛對理人 美國的報紙 但是慢慢就變成 兩個對立面 就是建制派 和所謂的泛民部 曾幾何時的就是很久之前 明報 信報有事事 有本本 跟著之後就是這個蘋果日報 但是呢 現在又局面就是 共產黨在香港近幾年的鬥生鬥死 就將建制派裡面的 尤其是香港 傳統植根的草根 或者那個本地勢力 就已經是清除得七七八八了 剩下來的就是 將一些勢力的 有些的KOL 譬如煉月僧 安徒 安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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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徒好像是 朗永生還在明 即他間中在星期日明報 都會有大範圍文章 好似的 就逼去蘋果日報 那蘋果日報就變成是 現在香港的 朗永生就很不一樣 因為他擺明是反新自由主義 我覺得很安復 如果他走了 他幫生果寫 很難說 我猜他也有些底線 不知道 你也以為你會爭拗底線嗎 蘋果日報 如果這樣說 你在我眼中的練腦 他沒有的話 其實他沒有必要 他自己弄一個blog 不是 你氣短集 他自己弄一個blog 有人跟你出的 大宝網媒 你合起來之後 你自己隨便找一個地方去印都行 他本來也有人本家 他要找工作就找到 不可以了 在我眼中 就是他 喂 有階級的 你會認為 怎樣都是黏著信報的 純粹的 因為是中產 中產論調 中產觀點 你去到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是甚麼報 蘋果日報 現在 信報就是Upper Middle Class 是呀 信報和明報的區分 還要信報是Upper Middle Class 那個情況 蘋果是一些 傾向草根的 Middle Class 蘋果又不知道是甚麼人買的 所以你說到蘋果寫過 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 時代沒落的象徵 典型是中產下流的傾向 而且中產下流 你覺得很harsh 但是 算實是 當你香港的衰敗 或者我們以往 品味的下向下流 我相信 那個稿費 不會低得去哪 不是 你中產下流同一樣東西 就是你的品味下流 而這個品味下流的 其中一個特點就是 我覺得不單止是品味下流的 而是 過去看電腦的文章 都會覺得是他 都有一些結構 制度上好像很宏觀的分析 好像 但是近來看蘋果日報的文章 我就覺得 不知道是不是去到蘋果 有一點利八方的感覺 怎樣是有些推論 或者come up to these conclusion 當然 今天就出了一篇 不是 昨天就出了一篇 幾令人吃驚的文 《兵行險著》 《玉文出線》 《繁文提名》 這篇文章 只是提都覺得吃驚 好了 按你又怎樣看呢 這篇文 這篇文很簡單 你看完 你看完 我第一印象 都覺得 為何放上桌 叫他做些根本不做的事 當然有些人甚至會覺得 他給人這個印象 就是 你不跟這個計劃 你就是鬼 實際上 如果你看回上文 你就不是這樣說的 他都說了先決條件 這個計劃要泛民先play along 即是他先給提名 他都不肯出來選 才會被人更加懷疑他 首先 《遍文》的主題很簡單 就是接下來特首選舉 泛民現在大家 所謂的非建制派 仍然很籌取 大家都仍在猶疑 是要找人出去選 還是要找一個 還是不是梁井就可以 就是他們ABC的說法 因為選舉的時候 是放ABC出街的 選完之後 就覺得自己有點擦 有什麼理由的 就是你選舉的時候 拿Anyone by CY 現在選完了 難道你真是曾慾成去選 或者曾俊華去選 你泛民的人支持他嗎 那你沒可能 現實的就是你選委的票 你一定會是這樣想的 就是你用那個ABC的時候 那現在呢 就是李月曾 就PO了幾... PO了兩三個禮拜的文章 去到今次這一篇 就是10月5號的文章 就是講這個兵行險著 《遍文》出線 就泛民提名 簡單來說 就是接下來特首選舉 不如這樣了 泛民就幫忙提名 提名教主 就去出選這個特首 那他又認為 如果教主都肯的話 就能夠出其制性了 那當然了 當中 就是不同派 他都覺得應該要 都需要搬龍門 因為譬如 譬如 邱曼或者教主 一直我們那個立場 就是很簡單的 一個小圈子選舉 就應該是杯葛 而且這個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 一直以來 但是泛民那邊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有多妥協 OK 用他們的說法 就是有傾有勢 這樣子之類 那大家現在是怎樣 可以在雙方的龍門 大家搬近一點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他的篇文章裡面 就分析了 如果英雄參選的話 怎樣是能夠構成 對梁振英的連任 是有一個 就是 惡夢的效果 那 這個惡夢效果 他有講兩個可能性 第一的就是說 如果北京知道 泛民和郁振英 去出選的話 就會剔走 梁振英 就給另一個人去選 那就能夠ABC了 第二件事 不剔走 照入場 OK 但是 郁振英就主力炮軍 這個梁振英 就令到 有第三位候選人 譬如舉例 曾鈺成 都叫做能夠可以贏到 所以 會搞定 梁振英 即是他要 抑文扮演何止江的角色 沒錯 到時 泛民的票是會灌給得到 曾鈺成或曾盡華 沒錯 就是這樣 他的意思 就是 抑文你一直都是醜 你不如做到底 又不是去特首選舉 讓泛民不要那麼尷尬 讓大眾知道 看清楚一件事 黃毓民進去 而黃毓民這個人 你自己進去 你可以告訴香港人 你洗到底 因為你在幫香港人 幫著泛民 去搭台 好了 跟著 同時 泛民也可以是因為你在 說 喂 你黃毓民 過去搞散民主派 不是叫他們支持他 於是泛民主派 又有另一個 可能 那不如這樣 就過票去張若成島 大家 就可以有個 商贏的局面 這個就是 當然 他的篇文不是這樣說的 是我們的詮釋 而當中這個詮釋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否則 你怎麼能夠解釋 就是 梁振英 不會轉到呢 即你現在說一件事 實際上整篇文是那件事 就是 泛民 現在面對一個很大的 大局的限制 這篇文字 他至少是承認了 其實泛民已經 不揭露幾局 他再派什麼人出來選 都沒有任何分別 我覺得 我最近對的 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 泛民就根本是沒有明星 沒有領袖 可以是 叫做 他說一句 就整個泛民統政 第二 為什麼我會說是一個大局的限制呢 就是因為在選舉期間 他們拋位拋ABC 但是現在 無論主流媒體或者建制派 怎樣避都好 2047大限就肯定是來的 你避不到這個議題 而這個議題就是 唯獨葉普成 唯獨陳雲 唯獨我們 是一直說 要去香港人全民制憲 重新立約 那 為這一個位置 我們站住了 不退 而泛民又有如何 又有空間 是涉入去講四七議題 所以在這篇文章裡面 鍊獨曾有一件事 功力是十足的 大家在講2047大限 他就不用這個詞 就用四七議題 四七議題 用2047大限 大家知道 但叫四七議題 方便 就方便大家 忘記了2047大限 就是和五區公投全民政運動有關的 好了 既然你們葉普成做不到 而你們也只有一個 不能寄予厚望的鄭松泰 所以我們要去議會 那 那怎樣做 在這樣的局勢下 你要泛民在這個 這麼重的負擔 因為大家看你頭 我看你頭 我一個人在議會 你有整個 議會裡面大多數 你裡面有多少人 你裡面有 現在拿的是 35個的直選裡面 你拿了19票 是不是 減了我的票 18票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 解決香港 憲制危機 制度困局的責任家 在你身上 當你寄窮的時候 你走來 是跟我們說 不如這樣 你讓台出來 移開一點點 但是讓台出來不夠 你上台一起表演 跟著之後 大家就 為了香港好 為了大局著想 是否應該 應該 嘗試一下 坐下 談 雖然 不是說批評 是真的 雖然 這個不是批評 只是 只是會說 怎麼說呢 不要按蘋果日報 不如讀一下角師 如何說 對於生肖廢和毓民 泛民如果要毓民選特首 鬥誇梁振英 泛民何不當初在選舉期 不派人纏妖和 毓民甚至 配票給毓民到高票當選議員 2月增在蘋果日報的文章 指是說 美帝泛民的雷動計劃已經天下無敵 除了指揮美帝泛民的支持者 投票來還可以令政敵俯服 聽名猜顯 美帝者中能力 是顯示急襲 更平中書記看的 在中聯辦的協助下 香港已經在美帝手上 要誰做議員 就是誰做議員 要做誰做特首 就是誰做特首 香港是美國的天下 這個是角師的事實 也是一個 也間接說了一個巧妙的地方 其實更加有殺傷力 而否則裡面 都應該把陳雲出來 這個作戰計劃 但是他們絕對不敢這樣做 因為可以出現一種狀況 就是習總真的借這個機會 借這個機會 勸退其他人去挑戰689 真的變成角師VS689 然後最後可能 中南海派人 直接派稅客來游說 那些選委你不要管 再理西環的命令 就是給國師做臨時大陸 就是總統 這個 這個 近你的寫片版的回應 是電視上的 我又不敢評價 因為很坦白說 法文當然是不敢這樣做 他真的做了臨時大陸 總統這班人 跟著他們變成很無能的反對派 我知近那段說話有什麼意思 國師這個詮釋 這個理解 就是很簡單 現在你蘋果日報 你聚阿威 你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 選舉期間 你可以說出一個 很偶像的建議 都可以 都可以 選舉期間 你怎樣搞 你喜歡 我喜歡怎樣去搞哪個候選 我喜歡給哪個票都可以 你看到一樣東西 你如果有看回 第二節 我們再 因為今天我看了幾篇 我之前不太有空 因為 剛好這一篇 我立一立 然後 後來我又說 原來在蘋果寫了幾篇 我再立多兩眼 裡面有一些觀點是幾有趣的 其中一樣東西 剛才阿近有提到的 現在是盡修天下兵器 同時 為何各司會說 美大現在是展示一個姿態給你看 我喜歡初圓 按遍都可以 說法是甚麼 幾天馬行空的建議都可以 你不會想像司徒華時到會 做這些東西出來 你怎樣看都覺得這篇 你不應該爭射 你不就剩下了 你怎樣叫 司徒華還在山寫這些文章 他一定立刻在明報告那裏 製作一篇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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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黃玉大回應 應該找他去選 為何不找黃玉大選 你說說謊話 沒有 沒有 毓民那麼熟悉奇奇 爆發力是強的 但沒有找那種 可能創意踏狗 在選舉工程裏面 因為你怎樣知道 有甚麼玩 這次可能黃玉大走去 拯救齊恩 而且變得不夠莊重 製作特首選舉有多莊重 過去那一屆大家互相 當然剛才我說 不如找角色 這個就是我版本的浮上連片 五玉民說 不能練到浮上連片 這是我的版本 因為真的他做了整個臨時大總統 整個我們整個秉重規定本發言 然後你變成執政陣營的議員 不過是唯一一張票票 然後整個議員會變得很混亂 這下拉文會很混亂 不過我剛才說的 你說現在這個講法 阿賊阿國師他那個 絕對是一個最直接的抽擊 你不要早點說 選舉那時候你不說 選舉那時候你說就行 黃玉民進去之後 然後黃玉民去選特首 高票當選 那不是更有manda 其實你選特首 你不一定要做追擊手 你不是爆屍這樣罵他 只是純粹政策辯論 討論香港和何處去 很認真地和你的辯論 你的水平可能比美國總統大選的辯論還高 絕對是 難道你說這個law and order 然後tax and employment 總統大選討論這些時候 當然香港是在講這個憲政 所以我自己覺得一看完 就是阿國師那個 當然是一個最精煉的講法 那你早點說就行 那你現在又不早點說 你不早點說 我唯一一件事就是 你在姿態上告訴別人 你現在平安日報很威了 威到一件事就是 選舉的時候我要你哪些人贏 哪些人選都可以 選舉我玩 我玩輸了你 然後放回頭又放你上台 叫你選特首 是啊 到現在了 到你們輸了 那不如我叫你選特首 這些事都證明 即使現在泛民重建他的霸權 也好 這個都是shadow of the former selves 司徒華時代 他真的有一個道德高地 他是將營造到自己 是一個道德的原因 沒有人敢直接挑戰他 你現在這個新的泛民霸權體 根本就是一個赤裸裸的權力 這個是 怎樣赤裸裸的權力 跟少林足球的謝賢一樣 謝賢也好少少 裡面那些都有一些魔鬼 所謂泛民與建制之爭 是兩對魔鬼女在互貼 兩對謝賢在互貼 不是啊 我不是說 為何阿禁華 這個赤裸裸的權力 我覺得是要細緻講一講的 因為很坦白講的一件事 就是 你看一看 例如立法會的盤 有一個格局 裡面 我今天去Now 有一個節目 那些議員的形身形 然後做遊戲問這些問題 我自己 我拆了 我答錯問題 然後去問大會有沒有放飯 吃飯時間是幾點 然後我記得好像12點到12點半吃飯 是不是呢 然後我說好像12點半到12點有飯吃 到2點鐘 那個其實是主席著情的 不是啊 後來他說 其實開會是沒有吃飯時間的 你喜歡幾時又幾時 那我說 那不是12點到2點有東西吃嗎 然後我想 不是啊 原來開大會的時候 如果議員他們肚餓的話 逢星期暗靜節 原來有一個 原來在那個 anti-champer前面有東西吃的 有些食物供應 有些refreshment 我記住了12點到2點鐘 就有東西吃的 就走出去可以拿東西吃的 然後我就回答了 原來那裡不是有東西吃的嗎 然後他說不是的 其實是開會 是幾時喜歡吃飯也可以的 那但是為什麼我會 我會講到這一件事呢 因為呢 在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新人裡面 大家交往 那我很怕 因為我知道玩遊戲 他會問我問題 我很怕他問我那些問題 我不懂得答 其中一樣呢 就是問我現在議會裡面 那些同事的名字 是 我是真的不懂的 是啊 我試過有一劑啊 有一劑啊 有一劑啊 埋下去啊 那我覺得奇怪 一坐下來 咦 何啟明不是選超區的嗎 為什麼那個人叫何啟明呢 因為我見過何啟明啊 是長袖 然後我看一看 咦 那個人叫何啟明 為什麼那個人不同的樣子 他贏了 沒有理由他消失了 我先查一查 原來工聯會都有叫何啟明 老實說 我連四年前新當選的議員 有幾個名字 我都記不起 那幾個年輕人的存在感太低 這個有自可 我甚至去到一個地步 然後我查看 我連清正巴治歐呢 中文名字我都記不起 是什麼 剛剛那個時候 梁中行 是梁中行 還有他原名叫做Sixters 即不是叫巴治歐 是嗎 是啊 是一個拉丁文名來的 哦 我不知道 中世紀有幾個五教宗 是用過這個名字 用過這個名字來做 Six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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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來的 是拉丁文名 哦 所以我準備那些 因為我怕他問 我一開始以為他不會問 這麼深的 什麼議事規則那些 那當然有一點 那些 我開完的簡介會 那些 我大致上都記得一下 所以不要背 那但是 我最怕他問我 那些同事的名字 然後我不認識 那大哥 他問了那些原來 可能退了一役的話 退了一役可能都認識 但是 怕怕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去到現在這個局面 蘋果的威力是大在 他可以在那個權鬥的過程裡面 他可以把一些不認識的人 完全沒有知名度的人 令到他們高票當選 即是不生果家雷動 是啊 喂 那你想一件事而已 喂 許智峯 還有 即是在肥佬的卵役之下 現在大耀廷 根本就變了 有少許取代司徒華的位置 大耀廷厲害了 所以 大家看低估了我那句的話 你明白嗎 那個議會裡面的大耀廷厲害了 這個雖然 雖然 雖然 迴響幾大阿近 又不是那麼喜歡我這樣說的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好告訴大家 總之的就是 你要討論憲政的東西 我會用100%的準備和努力 是不能夠在議會裡面 令到你們討論憲政的 即是我才能夠在業保城的陣營裡面 在議會裡面 說這個2047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們休息一會 第四節回來再講